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香港的这个海滩上了 就因为这个内地网友又骂了 说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大陆这边过去的 说不定菲律宾飘过来的 但是我倒注意到这个香港人啊 有时候真的也挺冤的 你看你记得那个时候这个金融风暴 雷曼兄弟 好多的阿婆呀就去哭去了 就这个血本乌龟啊 这个资产都在里面 这两天我看他们盯一个什么新闻呢 California 这个健身中心 在红堪那边都有店 全香港好多分店 在内地实际都有店 是吧 对 然后呢 他现在这个你看香港加州健身中心 全线暂停营业 这个有人说啊 要会将要进行这个集团的清盘聆讯 集团的营运资金遭法院暂时冻结 但是你知道我平常有时候最省事的办法 就是办一个健身卡啊 信用卡自动扣款 我发现这个要小心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那种你交现金的可能还好办 给你要退赔啊 因为他这个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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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盘了嘛 对吗 但是呢 有一个可能就很难弄了 就是说 分期付款 对 因为你给银行说的就是分期付款 我授权了 授权 这还停不了 我觉得这也很麻烦 他倒闭了 你健身不了了 可是还得扣钱 对 还得你 你说这事 没有 你要扣钱 假如是这样扣钱都算了 这每个月可能几百块 一千块 这个California Fitness最惨是说 好多人预缴 通常预缴 比方说预缴五万块 十万块 还有一个人好奇怪啊 一个中年 很多中年女性啊 这个心理学很好玩 预缴多少钱 一百万港币 九十万港币 是这样缴的 你要买课程 他那个中间的游说的力量很大 刚开始总是这样 我去过嘛 我没去那家 我去另外一家 刚开始总是三百块 五百块一个月 我就跑跑步 然后呢 跑步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大家楼啊 大晋楼啊 跑过来了 就看着你在旁边 然后呢 点拨了一下 大叔 你这样跑呢 会伤了腿的 你要这样怎么搞 哎 我说就怕了 那我这样跑 然后呢 他等一下再过来 又点玻璃两下 让你对他信任 然后呢 他就跟开 开始跟你聊了 说啊 其实啊 你这个肚皮啊 太大 你前面好像没肚皮 腰有 其实呢 有一个方法 什么两个月内 你这有六块腹肌 什么 你的背也是 你这样再过几年呢 可能手就抬不起来啦 这样 你要问一些问题 你一定对的嘛 你会不会有时候蹲下来 再起来会头晕啊 那一内的问题啊 会不会有时候晚上睡得不好啊 一定对 我们中年人一定的嘛 会不会半夜三点半 会起来像个厕所啊 这样 我还没有 OK 还没有 对 然后之后他就说 不如我们有个健身的课程 大概五万块六万块半年 你就开始进去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这样才是恐怖的 你一比就给了 他们说啊 他不需要专业训练 但是他有这么一个交际的才能 长得又比较帅 就可以拉到客 嘉辉刚才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你看 要是一个中年的师奶 身材稍稍有点 被嘉辉刚才这番话 九十万就付进去了 没错 知道吧 就是像他这样的亮仔的这种 这种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 是发生婚外情 最可能的情况 所以可能是下见的见 真的 健身教练是最厉害 因为他 他跟你说话的时候 理所当然的 踏去你的身体 你想想看 你要这么说 那我还可以是投诉一下呢 就是说咱们公司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亲口跟我讲的 那么香港的这个健身教练 我过去也为你们香港人挺专业 我发现香港人最爱性骚扰 为不是这个歧视了 这个 就个别香港人了 个别香港人啊 就是个健身教练 就咱们公司这个女孩子就买卡的锻炼 他健身教练呢 哎 我想请问你一个 这个算不算他有这个毒 不叫毒职 就他的职业能不能这样 就是这个健身教练 见这个女孩子漂亮啊 就老来指导他 老来搭讪 老来指导 到后来呢 当然这个女孩子也不能说什么 也挺好嘛 就咱们帮着扶着腰啊 做啊 做动作 到最后发展到要送他回家 咱们公司这个姑娘就觉得有点干嘛 就觉得有点害怕 就说哎 你不用送他回家 不用送回家 后来呢 但是至少要给了电话 因为他那个办这个健身卡是有电话的 最后呢 就说有一天 这个女孩子说在家里 接到这个电话 说健身教练说 我在你楼下啊 说今天是你生日 我给你送礼物 说这女孩子说不用不用 你回去吧 他说哎 我可以不上你家的 你只要到门口 你到门口 我给你就好了 按说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咱们这也没办法 就是说那就下了楼去接 按说这个行为从头到尾 好像也没有什么 没有突破道德底线 但咱们公司这女孩子就觉得有点怕 不舒服了 有点怕 他不喜欢就怕 对 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按说他就给人送礼 到了楼下 说你只要出来接一下就好了 他说最后结果就是他不敢去了 对 他不敢去 可是这个教练还在打电话呀 说你的卡里还有钱呢 你怎么一个星期都没来了 你然后这个咱们公司 就咱们这小美女就说 我不舒服 我病了 哦 一会又到楼下了 我给你买了药 我给你买了感冒药啊 你可以下楼来吗 你下楼来 我在楼门口等你 我给你 哎 你说这个行为 这就是我站在健身教练的角度 这样讲好吧 现在都有报道了 为什么这个加州健身中心要倒闭啊 就是因为 因为他的那个工资的发放的方法 他计算人工的方法 就是说他们健身教练啊 底薪很低 才给六千 那六千的活谁干嘛 在香港 对 那么余下来怎么办呢 就根据你去拉人入会提成 跟你跟人家上课抽成 换句话说 对于这个健身教练来说 他来上班正常的工作 他赚不到多少钱 他必须第一 要把人家偶然来试的人 就要圈到多少钱 另外 这个还不够 另外就是他要有个人魅力 他要给人家私人辅导 私人辅导就单独上课 高得到一千块一个小时 所以你认为 他男的可能在性骚扰吧 他可能觉得 他根本是工作 他根本是工作 他要靠这个魅力 来吸引你说的那位女主播 原来是健教练当接客了 他以为他自个儿接客 对对 所以他这个是公私监固 他里面可能两者混淆 要是发展的好的话 他也许就交一个朋友 发展的不好 我就多拉客 而且他回去跟自己老婆也好说 我没办法 我求着人家女的给他送花 在他外面买东西 我都是为了工作 连他老婆都不能怪他 哎呦 就像当年小甜甜的那个风水师 是吗 多难呢 这都是你要万恶的资本主义 你的都是那个工资发放的方法引出来的问题 咱们这个去一下广告 然后请这方面的专家 嘉辉谈一下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将会兼职了 哎嘉辉 你是去过健身中心 你来判断一下 就刚才我跟徐老师说的 就这个教练 他到底是在拉客 还是在接客呢 那要问他才知道 要把他电话给我 可是 当然迟东说 那制度啊 让他很积极去去拉客 可是先说回那个小美女 其实那个假如按照他所说的 那个男生是追求嘛 追女生 我们传统看的小说不是这样吗 假如那个男生是比较斯文的 比较英俊的 拿着花在你楼下等什么什么 他是追求啊 特别最后你接受了他 那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 当年他追我的时候啊 哇 我明明不要 没有好感的 他三天两头送花送药去我家 所以我接受了 最后跟他嫁给他生小孩 那是美满的故事 那你不喜欢呢 就不喜欢嘛 要说他是给你来干扰 不叫骚扰干扰 那时候呢 这个小美女很简单嘛 怎么样 那个界限怎么定 他很清楚的告诉对方 OK 对不起 你不要来 我怕你 OK 你再来呢 我可能我不知道 我会做什么 很多女孩就说不出这个话 没到这个程度 而且之前这样 其实可能有好感 就急不来害怕 没有我觉得 举手不打笑脸人 或者说你这个 因为他怕嘛 假如是这样 我觉得第一个 人跟人的交往啊 等于什么叫礼貌 什么叫客套 什么叫虚伪 没有一条清楚的界限 叫人情世故 你要判断 你不怕就无所谓啊 有些女生不怕的啊 我不接受理追 我也不怕 我也享受 因为我觉得我很光荣 对 可是你已经不舒服了 不管你叫干扰也好 骚扰也好 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舒不舒服 自不自在 当你不自在呢 然后你要清楚地表达 你不要再来 这样子找我 我很怕你啊 假如他再来 你就可以去抱 对有的女的 有的女的了 他是这样 他一方面呢 他在拒绝 或者他在这个中间纠缠 但他enjoy跟别人抱怨 常常跟别人 常常跟人家说 哎呀 什么男的盯着我了 什么男的要怎么样了 什么男的 你们意思是 他为了激起我的胸心 不是不是 你旁边的人听的时候 你很客观的说 那你早就可以怎么样 早就可以怎么样了 那你之所以没怎么样 这肯定中间是 实际上是有鼓励 或者是默许的了 对不对 像刚才那个情况 那个男的 你想的啊 拿了花在后面一面申请 说不定这个男的 在下面一面等一面 说八婆总还半夜 我就是为了找工作 才这样 这很难说的 就是要是能一刀解开 问题就是公司不分 就是说你里面 有一个工作的需求了 对 我就觉得这事 他算不算是利用了 你比如说老师 要是性骚扰学生 这个是有权利关系的 但是健美教练 他利用这个 他扣女 你以为他是利用 职务在扣女啊 他解释成是我了 为了工作出卖色相啊 那你用什么方法来拉课 你叫不犯法 第一个要不犯法 第二个公司 有公司的规定 因为我们没看过 徐老师这个 是很好的联想 但肯定不是这个 就根据这个小美女跟我讲 肯定是属于性骚扰 就是因为最后 他还问我怎么办嘛 我就是跟他 我就是跟他 就照着家会讲了 咱们所见略同了 很多男的 我说你必须告诉他 你必须告诉他 你不 而且我就说 你必须告诉他 就是你怎么 谁让你 我这个电话 我私人的电话 我没有跟你交换过 这是我留在你们健身中 那就不对了 假如是 不应该用这个电话 找我 我可以向你公司 非常关键 这非常关键 那所以这个是有规矩 或说有人情的判断 这个倒是让我想起湖南城 我记得以前 我忘记名字了 日本有个教授 研究湖南城 后来来香港 有机会碰面聊天 我们就谈到 为什么湖南城 追女孩 林张爱玲 也追得上什么 那那个日本教授就说 他在日本 去访问过几个当年 被湖南城追过的 日本女人 现在都老太了 搞不好去世 他说他们不约而同 就说一点 说湖南城什么 死残难打 是个字 他说其中一个女的 就说 好奇怪 他那个每天准时 傍晚的时候五点钟 站在我家楼下 拿着花看着我 然后每天写诗 什么放进我的信箱 邮箱什么 就拿些点心来 然后更重要的是说 那个日本教授说 那个女的就说 好奇怪 我刚开始觉得她很讨厌 可是过了两个月 两三个月之后 我觉得 觉得好像很有诚意 或许给她可以给她机会 可是突然她又不来了 我就非常不甘心了 怎么不来了 怎么会不来了 所以呢 当然这是老拍的 现在不一定需要这样 也不鼓励 这死残难打 让她感觉你的存在成为一个习惯 他习惯被你习惯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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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被你关注 关心 关怀 湖南城我倒是总结过 他是四招 就是第一是说好话 第二是马上跟那个女的要结婚 很快的就结婚 第三个呢 就是要花女人的钱 就是要花女的 女的很开心的 又说好话 又的 第四个呢 就坦白 就把以前他所有教过的女的全告诉你 而且不说坏话 也说前面的也是话好讨好 言下之一 你是更好 胡适招是非常有用 让你加一招 死残难打 死残难打 他加在一起就已经是死残难打 你说我这突发奇想 假如湖南城生活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 对吧 然后张爱玲 或者不一定张爱玲 或者是那个小周什么的 那天啊 呈一下把他们微信朋友间截图 哈哈哈哈出来了 然后这家伙约了多少个女的 哎 湖南城会怎么样 中国作协就召他做会员 觉得他作品很好啊 因为他的确还是很有文采啊 形容小周啊 这个说他这个人呢 是像江边沙滩上踩出来的脚印啊 也不是一般的男的能够讲得出这样的话的 真的 那个那个上次这个那个那个文涛问我啊 说这个约炮你能讲什么话 我一时真是想不出来 我们的词汇很贫乏 不过后来回去 我仔细想了一下 是内地啊 像刚才讲的那种可能性骚了这种 他就会避免了 我们那个语言比较丰富 你要想跟一个女的接近 对吧 但你又不要被他抓住辫子 对不对 你要很合适的向他提出 我们什么时候一起操党章啊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一起操党章啊 在上海口音 乡乡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是吧 但是呢 徐老师刚才讲的我觉得也是 就今天啊 很多这个你看教语文的就会讲 说今天呢越来越粗鄙了 你觉得今天的这个这个话呀 就越来越直漏 越来越这个粗鄙 你不像就是过去哎就是约个会儿啊张生和崔英英啊就是隔墙花影洞啊一世遇人来 本来就是半夜翻墙约会儿 但是你看有文化他可以说的更美对吧 就像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等不及啊 现在而且不需要啊 所以刚说假如湖南城啊 现在是发微信微博什么短讯 不会成功的啊 因为你别忘记站在男人的角度 我去追你什么 可是那个对方那个女生完全变了嘛 以前的女生会欣赏你什么沙滩上面踏出的脚印 现在女生看不懂啊 也不稀罕啊 你给我发个图片就好了 或者给我发个连结啊 好玩的 对 你的对手不一样 你说的太对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 就是我也是老了 跟他们小妹妹没法玩了 因为我现在发现呢 就是个别的这种90后的吧 他们我觉得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他已经不能理解任何幽默了 真的 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这个话呀 拐弯的话他一概听不了 你知道就是这个事情 我就又要想起咱们这个节目 武术指导徐浩峰 他前一阵写篇文章发给我看 他就说 我们过去的编剧学的这一套全没用 因为我们的编剧老师告诉我们 写台词要口是心非 这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你看 真实生活里人们都是口是心非的 明明我爱你 我要说讨厌你 对吧 或者说说一半藏一半 耐人寻味 他说可是现在我们写的本子 投资人讲 看不懂 他说看不懂 压倒一切 说观众要直白 他说于是最后我们现在写的本子 成了一种就像泼妇吵架一般 心里就毫无保留啊 就是想干什么就直说呀 他说就是整个这个 就说那个时候 我们电影学院的编剧老师 让我们假定 观众是聪明的 有智慧的 对吧 有感情的 有什么的 有文化的 他说可是今天 我们要假定 观众是傻到一种啊 任何拐弯的话 你知道那天 我 我我我跟一个作家 就是聊天吧 就是 就是 我我我作为主持人 我有时候有这种体会 有的时候啊 就是 有些观众 我就算知道什么叫脑残粉 你知道吧 你知道他到底一种什么程度 比如说我跟徐老师开玩笑 徐老师是个作家啊 然后我说 我说徐老师你看 你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 哎呦 你还得了和平奖 你现在还拿了普利策奖 你还让不让别人活了 你知道你的某些粉丝 如果是脑残粉 他就甚至能 这主持人敢说我偶像 不让别人活了 对 你看他完全不会议啊 你说好话都听不懂 他好话听不懂啊 这是幽默听不懂啊 我说这个 哎 你看在所有的外国电影里 好莱坞大片里 他这个人是幽默的 说话的拐 过去老北京人都讲究骂人 你有水平叫不骂人 不带脏字 拐着弯说话 他才显示出你是有智力的 可是今天个别的少数的人 其实不少 我怎么发现他们听不懂 任何稍微拐点弯的话 他必须最直白 这不需要吗 现在骂人 比方说在路上 或是说在地铁的冲突 这三部曲 第一个就是你蹬我 我蹬你 蹬了 对了 蹬了几分钟之后 就骂脏话 最脏的脏话直接骂 第三部曲就是什么 掏手机 马上一掏手机 我拍你 上网你 我拍你 还好不是掏手枪 不是啊 手机啊 手机最重要的工具 我最近看到一段片 所以我最近洗心革面 改舌归正 不看大婆打小三 OK 看小三打小四 现在很多这种很好看 也不看 最近就研究暴力 暴力跟网络的关系 你看到很典型的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 暴力加暴力 等于说我看到一段地铁 两个男的中年的 少少可能碰到一对小情侣 二十来岁年轻人 那个男的就在女的面前 拿起手机 就拍下那两个男的 然后不断挑衅 怎么样 你刚不是碰到我吗 你在碰啊 在吗 你看 你讲话 讲话 讲话不讲话 那两个男的都已经 好了算了 不讲话 可是那个年轻人呢 还是不放过他们 讲话 你刚不是很嚣张吗 讲啊 现在讲啊 讲 终于这样 对镜头对着 对方两分钟后 那两个受不了 就打了 就打起来 对 你想一下 你被人家这样 好了 我已经忍让了 不讲话了 你还对于 拿着手机 对着我两分钟 你那个血就上来了 就打了 完全没有必要的 所以现在文明的要则 就是对着手机 要不生气 所以你知道 你看 你包括今天 这个时兴的节目 本质上 就人已经到了一种 你必须刺激我的感官了 我就经常说 有理不在 在升高 可是今天吸引观众 就是靠升高 靠喧嚣 靠嚎叫 靠咆哮 对吧 大家注意了 好看 这是这个 但是这样下去 我为这个民族智力的发展 担忧啊 你这个人 都是多么没有劲的人啊 从积极的角度 当然你们讲这些都是 就是现在大众媒体的一些问题 但从积极的角度来讲 对于过去的这种 苏声腔啊 这种苏情的东西啊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反驳嘛 我最近看到的很多人看的那些微信公众号啊 女的写的 他每次都要骂人的 这是TM 一定是XXTM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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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就是迎合一种一种习惯 因为他可能在上一个年代 就湖南城门太多了 这种甜言蜜语的 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 不要为陆路无为而休贵等等的 这类东西太多了 所以现在的这个年轻的人 他喜欢直接反播 也许播了一阵 慢慢的又出现一些冰心了呢 对不对啊 你比如说现在就有 有时候你回家 你跟家里人在一块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我得承认我可能不太适应 今天的这个大众视听习惯了 因为我这个人 家里人不能 不是本质上啊 不是 我在本质上我好静不好动 你知道现在最火的那些个综艺节目 因为家里人都在看那些综艺节目 我就在另一个屋子听着 我就大吵大闹 大喊大叫 你知道吗 但是非常成功的 非常好看的 家里人都看 一人一个iPad在看 可是我就觉得毫无烦的 我就觉得这么这么 现在怎么都大喊大叫 全你 因为我在另一个屋听 包括他们爱看的电视剧 就中国人在电视剧里说话 怎么都是在那大吵大闹 大喊大叫 我就觉得闹腾腾慌啊 你能不能安静点 用我的方法 我也是一家三口 有时候不同人看不同电视 看iPad 也是经历过 他嫌我吵 我嫌他吵 他嫌他吵 最后很简单 我们还是继续看自己的 每个人买了一个 每个人买了一个几千块的耳机 我们家很安静的 唯一讲话的人是我飞拥 你知道吗 我们三个人都戴着耳机 然后看着自己的东西 你试一下 不管你家是五六七八九个人 都用叫方法 你这个家庭图景 画成漫画蛮好玩 以前的一个典型的漫画 是李托跟我讲过 他那个时候他家里 他那个时候太太张暖心 还有两个女儿 一起吃饭 他说一个人讲话 另外三个人都不是听 而是等着 你讲完没有 你讲完我讲 但是他一样 他讲的时候 另外三个也是等 你讲完了没有 但是嘉惠你知道 刚才我想你说这个 最近我一个哥们 给我露馅 玩馅了 就是他跟他太太嘛 都是插着那个耳机的 但他那天 他那个耳机啊 他没插上 插虚的 就没插上 他在看AV 那声音 结果他老婆 通通通就从里边出来了 我发现女的非常敏感 你看什么呢 后来怎么样 我好奇后来怎么样 因为香港做过一个调查 原来绝大多数的男女分手 是因为女方发现男朋友 自己看AV 自己搞自己 女生很受不了这个 觉得你要羞辱我 我明明在没办法满足你 你自己看自己搞 干什么 这个不理性啊 这不理性啊 只是在家人 骋个人